就是把幾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串成一個 像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就是把三個資料 那其中當然有一些是我們需要再額外加09跟這個minus符號 那串在一起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可是還要解決問題是 像虛碼跟末碼如果不是三碼你要自動補零 那當然這個問題我們根據前面講的REP加有一個邏輯 那我們按部劇關來看一下基本上前面一定是09 然後再串接m的符號串接這個電信業者所以選這個然後再m的符號 再加上一個-的符號 再一個m的符號後面的話呢就是要 84不過前面要補零 所以呢我們先去判斷要幾個零 那這個地方幾個零的話其實我們可以用REPT 直接打好了 repeat 那 他會問你兩個訊息 一個是test 那就是零 重複幾次呢 根據什麼 因為我 這個出聲歌裡面一定要有三個字 三個所以3 減掉呢 他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 LEM嘛 剛剛有用過 錢瓜糊 去 點擊這邊啦 趨勢就是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他裡面兩個字3減掉2剛好一個字所以補一個零 OK補一個零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補一個零 先打勾一下好了 當然 一般的習慣 你也不一定要一次從頭做到尾 你可以做到一個部分先確定 確定之後OK再往下做 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有沒有 0911 0 -0 再一個什麼 AND 再把G4補上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那當然後面這個 默碼其實規則 其實跟剛剛這個repeat一樣 差別只是怎麼樣 就是 把G4改H4啦 所以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應該是 從這邊AND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後面 把這個G4呢 改成H4 有沒有 因為它規則是一樣的嘛 差別只是說呢 引用的那個儲存格資料不同 應該可以看懂啦 不過特別重要 你複製 一定要從 這邊開始複製 因為這個也要嘛 一個minus符號 所以串在後面 其實比較容易做錯事 常常是忘了放個AND的符號啦 因為要串 儲存格跟字串 反正你要接就一定要一個AND的符號 串接 OK好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做出來了 直接 向下填滿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OK 不過呢 其實這個方式呢 並不夠聰明 雖然邏輯正確 但是 不夠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遇到像三個字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格式化 格式化 所謂的格式化就是說 有點類似像 這個 這個工作表 把它拖拉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拖拉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把原來的再複製 因為我要列習第2種 你可以用另外函數 叫Text Text 其實在 Excel裡面的函數意思就是格式化 那那個格式化的來源 基本上呢 就可以類似像 比如說我這兩個儲存格權就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按右鍵有個儲存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數值對不對 制定 那制定裡面當然你有看到這個0 這個0實際上 指的就是一個 一個字 如果我這邊把它改成三個字 按確定會怎麼樣 如果打三個意思是說 請你在這邊幫我顯示的格式 是要三個字喔 所以三個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變成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是不是可以全部都做完 然後再讓他串接 其實特別注意喔 剛剛做了這個動作 只會改變什麼呢 他外表的格式 並不會改變裡面真實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真實的改變裡面的資料 你要怎麼做呢 其實特別重要 改變外表是這個啦 改變裡面真的 資料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函數 插入函數 你可以在旁邊列習 這邊有個 文字 找到那個TES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就是他了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以後喔 那 那個 格式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兩者是互通的 一個是改變表面 一個是改變實際上 的 狀態 就是說呢 原來可能是84是一個數字 如果你要把它變 084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TES 按確定 Value的話 一樣給84好了 給這個 其實抓進來 一樣是84啦 雖然表面上你看到是084 不過 只是表面上 OK 如果你要真實的改變的話 特別注意喔 Format TES 意思就是 那個格式化的文字是什麼 那這個格式化文字剛不是有三個零嗎 那其實你 用法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把三個零 放在這裡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是要一個TES 所以請記得啦 你移開 他並不會幫你補什麼 補雙引號 那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我記得好像會 會發生錯 錯誤 他不會格式 那你要 這個地方 記得喔 他不像一幅會自動幫你 他變成只有一個零 如果你零零 三個對不對 前後請你一定要自己加什麼 說你 他不像那個一幅這麼貼心 一幅他還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這邊沒有那麼貼 所以我說有些函數 他不會幫你加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084 這個時候裡面的084 就是真的084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 把剛剛的這個 其實這個公式假設我要改的話 這邊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加什麼呢 加一個tex 錢瓜糊 資料在哪裡呢 在這裡 豆點 000 然後後瓜糊 打勾一下 就是 把剛剛rept加len 然後再串 這段G4 其實簡化之後你會發現公式變短 然後打勾一下看看有沒有OK 有沒有084 然後面這個 的 H4的資料 就跟剛剛一樣了把這個這一段複製 貼到底下 把這個G4改成 H4 再打勾 向下填滿 完成 不過兩個比較一下 這個 這個 相較於 這一個 我想這個應該會比較簡單吧 其實如果你只要知道格式的話 你就會很快轉換 在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實 很多啦 那也不只只有這兩種 可能還有第3第4種 我想各位 試一下 另外 往後的那個 相關的解答 我剛剛提過了 所以 可能慢慢 你們要習慣就是 雲端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 都換雲端 好處的話 你除了上課 可以看到之外 你回到家也可以看到 你的手機也可以看到 你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只是說你要找得到 這個雲端白板 我們今天上課的在這裡 反正 再來以後都 就按照 步驟 然後打開 這個有個練習檔 除了可以從範例那邊下載 這邊也有了 然後你如果要看解答的話 反正每一個 練習檔 的上面 或者下面 都會有一個這個藍色的 這個就文件 點他兩下 剛剛的答案 相關的畫面 其實都會在雲端上面出現 所以如果你有些地方 假如說 漏掉 像剛剛我發現有些同學 還找不到 你就可以在這邊找一下 那我們剛剛這兩題的答案 方法一 這個 方法二 在這裡 其實如果 你們有沒有連進來 在上面這邊就會有 那個有沒有 幾個人 連進來 目前有12個人 連進來 那麼 所有都 匿名 表示你們都沒有 登入Google帳號 如果你有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這邊會出現 如果你有登入的話 這邊有一個對話 如果假設我有問題的話 如果有時候可能 沒有走到你旁邊 或者你不方便問 你可以 及時的在上面打問題 我也會及時的回覆你啦 OK或者是待會也許 再把那個你的問題 看看是不是大家也都 有類似的問題 也順便講一下 可以達到雙向互動 甚至 是不是你 平常練習有問題 不過我如果沒有在線上 那我也看不到啦 可能我進來說 你的那個問題會留在這裡 OK好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當然 我們會有一定的進度啦 所以有些時候 假如你覺得 不管是 太快或太慢 自己再調整一下 有些東西 如果你一時 沒有辦法馬上吸收 也沒有關係 至少 聽個大概 知道一下 回家 一定要記得 在做複習 好吧 把我今天講的東西 再花一點時間 那我基本上 會取一個 中間職 大部分同學 如果都有 跟上的話 那我們就是繼續往前 往前推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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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